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 来带领大家 探讨一下我们C++当中 标准的模板库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TL STL呢 它不是面向对象的变成 而是一种新的变成方式 也就是 范性变成 STL 它是C++标准库当中的 组成部分 它是一个 庞大 而且复杂的系统 呃 所以说呢 他在这个历来的面试题当中呢 出现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但是呢由于我们篇幅有限呢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 面面俱道的来进行讲解他们的具体知识 所以说呢我们 这一块呢着重的来讲解一下 容器 和叠带器的使用 容器 容器的话呢它是STL的基础 容器有序列式容器和关联式容器之分 所以说容器它有这个 序列式 容器 和关联式 容器 有两种容器 总体 总体来说呢 序列式容器呢 它会强调元素的 次序 依次 维护着第1个元素到最后一个元素 而面向 序列式容器的操作呢 主要是叠带器操作 所以说呢我们本课程呢来讨论的是序列式容器 Vector List 和Deck的用法 首先呢 我们要使用 序列式容器的话呢必须包含 相关的图案件 Vector List 和Deck Include Vector Include List Include Deck OK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要使用 我们的Vector 的话呢 要使用我们的Vector List 和Deck 的话呢 需要引用头 需要那个引用这个命名空间 usingNameSpace std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在门函数当中 来实现 我们的 呃 容器的一个全过程了 包括 容器的创建 也就是说容器的定义 创建空容器 以及呢 创建其他的 容器 OK 首先呢我们现在进行容器的创建 第1个呢 是 是 创建一个 空的Vector Vector Vector 应层 OBV OK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创建 Vector容器的 它的语法格式 首先 首先的话呢 是Vector 关键字 Vector 关键字 然后呢 监控号里面呢 它是 要存储的 元素的类型 要存储元素类型 然后后面的话呢 它跟的是 呃 它的容器的对象名 容器的形象名 也就是说我们 变量名 OK 创建了Vector容器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 用size 用于返回 元素的个数 用size函数 返回 元素个数 OK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cout出来吧 cout 比如说我们 obv 元素个数 为 obv点 size 我们在 在这个cout obv点 size OK 然后呢 后面需要呢 换行 endl 我们这个cout和endl的无法识别 所以说我们前面需要引用一个c++的投文件 include iostream OK 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识别 这是 用size 返回元素的 个数元素 直接调用我们对象 点 调用它这个size函数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再来 创建一个 double型的数组 创建一个 double型的 数组Sz sz wsz 数组长度呢 为5 也就是传出5个 元素 当然我们给它初始化 12345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 第2个 呃 容器 deck型的容器 就是创建deck型的容器 obd 用sz的 手地址 和more地址加1 进行初始化 OK OK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进行初始化的 然后呢 deck 关键字 然后呢 监控号 监控号里面是我们 容器 跟我们这个vector的一样容器存储的元素类型 double 然后呢是容器的对象名 obd 我们要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初始化的时候呢 用上一个 元括号 括号里面 就是他初始化的 区域 地址 起始位置 和节制位置 包括sz 包括sz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他的last 我们可以看到 it first 到it last 第二个呢 就是sz a 加5 OK 这个呢是对他的 呃 容器呢 进行初始化 而我们这一块呢 创建了一个空的 vector 这两种方式呢 都可以 创建 我们的容器 一个呢 是创建空的容器 一个呢 是创建容器之后 并且呢 进行 初始化 OK 初始化了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来对odb的元素 进行随机的访问 obd的 元素 进行随机访问 OK 我们通过for循环 来访问他 on z的 印 i 初始化为0 i 小于 ob obd点 size 就是他的元素的 个数 size 跟我们这一块返回 就是我们ob 位的元素个数的 用法呢 是一样的 然后呢 让i++ 就是便利 我们obd当中 所有的元素 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这个cout obd i 我们这一块呢是用下标的方式 来表示 我们第i个元素 比如说呢 i如果为0的话呢 他就表示的第0个元素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这块的他表示方法呢 跟数组呢 很相似 OK 最后呢 输出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这个cout nl OK 这是换行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第3个容器的创建 我们前面就要讲解了vector 都初始化为5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是list的关键字 然后呢 是兼括号 兼括号里面呢 是存储的类型 我们这一块呢 存储flot型 然后呢 是容器的变量名 obl 要 给他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呢 也是尖括号 第1个呢 我们是元素的个数 3 然后呢 第2个呢 我们存储的是 元素的 值 元素的值呢 我们给他初始化为5 OK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才带克初始化的时候呢 他也是用了两个参数 第1个参数呢 是他的起始位置 第2个参数呢 是他的结束位置 标识着 我们 带克当中的 呃 总共的元素的个数 总共呢 有5个 然后呢 再来给他进行这个 随机的访问 而我们在创建 list的时候呢 他这个初始化的时候也是有两个参数 而他两个参数的意义跟他两个参数意义不一样 他的第1个参数呢表示的是 我们的 容器的大小呢为3 容器大小为3 也就是他里面存储三个元素 而其中每个元素的 值呢 都为5 OK 这是list元素的 list的这个简单的 处置化 接下来 我们就来创建list的叠代器 创建 list float型的 叠代器 类似 类似指针的概念 并且呢 使他呢 指向我们obl的第1个元素 并且呢 我们来看一下 list float型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双毛号 at reader 是我们的关键字 然后呢是 叠代器的变量名 指针名 atter 初始化 就是让他指向 obl的 第1个元素 第1个元素呢 也就是他的begin 就是他的begin 就可以了 OK 在这里呢 我们注意到我们这个atter 的一个创建 他其实呢 他就相当于 一个指针 他指向呢 是obl的 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首元素 他创建的时候呢 要需要与 他所指向的这个obl的类型呢 对应 他的是listfloat 然后呢是listfloat 但是呢 他叠代器 后面呢需要 冒号 双冒号加上 atter 关键字 然后呢 再定义 atter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 我们就在well 悬化结构里面 来 使用 delay 便利 我们的obl 当中所有的元素 well wellatter 不等于 obl 不等于obl 点end ok 如果他不等于obl 点end的话呢 则我们就cout 我们用这个 新atter 来访问他所对应的元素 来访问他所对应的元素 其实呢 他是指针 星指针 就代表他所指向的元素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便利的话呢 我们需要让这个atter呢 进行自加 往后走 首先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指向的是obl的第一个元素 他加加之后呢 他就代表的是obl的第2个元素 所以说呢他再输出第2个元素的值 直到他他的末位 obl点end呢 是obl的 末位元素的 最后一个 位置 ok 这是指向下一个元素 而我们这一块呢 是通过迪待器 间接的 访问容器中的元素 ok 最后呢我们来换行 ok 这是我们 呃 三种容器的 不同的用法 三种容器呢 刚开始呢 我们他的这个 创建 是创建了一个空的容器 然后呢 他的访问呢 可以用下标的方式 来 访 就是他 可以用size 得到他的元素个数 然后呢 第二个容器deck的话呢 呃他创建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手地址和末地址 是用一个数组的手地址和末地址 来进行数字化的 数字化了之后呢 可以用下标 来进行访问 然后的话呢 第三个list容器 他 呃定义的时候呢 就是 声明了他的大小为3 元素 元素值呢为5 ok 然后呢 第三个容器访问的时候呢 他创建了一个 呃 迭代器 atter 然后呢 通过这个迭代器呢 来访问list容器的下标 所以这块呢 我们包含的知识点呢 也是非常 丰富的 呃 在我们学习了本节课之后呢 我想呢 大家呢 应该了解了 容器 的定义 容器的便利 和容器元素的访问 以及我们 迭代器的 简单的使用方法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作业 我们本节课呢使用迭代器的时候呢 只使用的是 让他便利 我们list容器的迭代 list容器的元素 所以说呢我们 作业呢 就是 写一个 代码 要求 使用 迭代器 便利 便利 容器vector 的所有元素 OK 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 认真的完成我们的作业 当然对于我们的vector容器呢 它也有相当多的知识 包括元素的 插入 元素的删除 等等呢 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呃 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 可以自行的来进行学习 好的 谢谢大家 未经历 我们下币 我们下币 三个地方 我们下币 我们下币